哈维尔黑材料被曝光 与严俊玲有关 海港不敌国安原因找到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严俊玲球技差就算了 演技还这么拉胯 真的是一无是处啊 前两天不是还有中甲哪个门将 演都懒得演白给的视频吗 严俊玲这球有什么区别 完全一模一样 也是什么可以深究的原因吗 王刚好像知道剧本一样的拼命冲 而严俊玲又偏偏恰到好处的力度往旁边踢 这样的表演太拙劣了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太明显了吧 北京国安作为京城的球队 别看平常没少挨骂 但是这骨子永远争第一的底蕴 还是存在的 只能说泰山国安生花 三只老牌球队之间互相尊重 相爱相杀 国安球迷宁愿送鲁能登顶 也不愿上岗罗冠 同理泰山生花球迷也是一样 希望这三只球队能继续坚持下去 严俊玲那个丢球 就算犹豫 对方冲过来抢了 只要推给后卫就行了 莫名其妙还蹚一步 就是给对方铲球的机会 李胜龙上来打脸 裁判不敢罚 李昂过来掺和不敢罚 看球的人都懂李 可是为了让比赛停下来 才犯规的 有动作 但没伤人吧 买题将客场迎球 挑衅国安球迷 跟CBA一些卖电动车的球迷 一个操行 野性难感 一个无冷 一个严俊玲 国内第一坑 不知道是关系硬还是啥 国足就没换下来过 错过很多优秀球员的发挥 王刚开始已经停了 看到严俊玲还在磨机 随后才加快逼了一下 谁知道 他球不踢给后卫 往边上踢 正好给王刚留了一个产球的机会 上岗没进亚冠 跟主教练吴能有很大关系 奇怪 买题将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 我感觉 他比例可有用太多 作为国门 严俊玲这球就是在放水 真不明白这玩意凭什么是国足首发 另外15支球队 真的没有比他强的守门员 下一场 鲁能把海港拿下了 最后一轮 大连人逼平海港 这样鲁能夺冠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